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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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都是大家今早來記者會 稍後行政長官會先向大家發言 之後接受大家提問 由於疫情關係 請大家在記者會裏面 適合戴口罩和盡量保持距離 如果沒問題 我們現在先請行政長官發言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早晨 昨天1月25日的凌晨零時 特區政府就完成了在佐敦某一個區域 採取一個受限區域的形式進行強制病毒的檢測 其後的後續行動和我們初步的總結工作都完成了 所以今早跟大家做一個交代 在過去這個週末進行這個行動是涉及超過150多棟的樓 這個大規模的行動 我們在法律上是叫做一個限制與檢測宣告行動 英文是 Restriction Testing Declaration 意思就是說 我們感覺到這個區域有一定傳播的風險 希望能夠盡快切斷病毒的傳播鏈 所以除了要求在這個區域裏面的人士要接受強制檢測 為了能夠有效盡快完成這個強制檢測 亦都是限制在這個區裏面的居民 在未完成整個區的強制檢測是不能夠離開的 所以無可否認對於市民是有一定的不方便 一定的影響 這個行動整體來說可以說是順暢和有秩序 我們的評估也覺得是有成效 大部份的專家也認同我們這次的行動 在這個宣告之下的限制和檢測行動 是由1月23日上午的4時開始 一直到1月25日凌晨零時為止結束 一共是44個小時 比我們原定的時間 目標的時間是48小時完成 是早了幾個小時 其實上是我們更加早的 我們在1月24日 當我們知道所有檢測的結果都已經出了 亦都轉送給受檢的人士 我們在當日1月24日下午6時 就已經開始給已經有陰性檢測結果的市民 可以離開這個受限的區域 居民都是歡迎這個有關的安排 所以事實上所謂禁足的時間 是再壓縮到38小時 我剛才說過了 這個行動在昨天的凌晨零時結束 是屬於宣告之下的行動 也就是說限制居民離開的時間 但是在昨天1月25日凌晨零時結束之後 其實有一些行動仍然在進行 就是執法的行動 大家都留意到我們一直到上午 都是有同事在這個限制的區域裏面去檢查 由這座樓出來的居民 他有沒有一個SMS 是證明他已經是接受了這個強制的檢測 這個執法的行動 包括在星期日的時候 我們都有上門去逐家拍 看看有沒有一些遺漏了 未接受強制檢測的居民 所有相關的執法行動 一共是找到有200多個 是應該接受強制檢測 在這個受限區域裏面的居民 是沒有接受過強制檢測 部分人士是馬上安排 他們做強制檢測 而他們的資料 我們也會轉交衛生防護中心 是作出適當的跟進的 這個整個行動裏面 總受檢的人數大約是7000人 成功找出了13個隱性的個案 相信是有助 我們在這個區裏面 是可以切斷病毒的傳播鏈 我們留意到 這些部分確診的人士 早前都已經接受過強制的病毒檢測 是陰性的 這個說明什麼事呢 就是說明這個病毒的潛伏期 是相當長 在早前檢測了陰性 不是等於往後過了幾天 它不會轉為陽性 當然也是有人緣的流動 可以是早前沒有感染 現在又接受了感染 我們會密切留意這個情況 在有需要的時候 是會要求強制第二次的檢測 大家都記得我當日到現場的時候 都強調 由於這個行動 多多少少都令到市民不方便 還有市民日常的生活是有需要的 所以應該做到以人為本 我現在看下來 同事的努力 是達到我當時 希望他們盡量人性化這個要求 包括他們真的逐家逐會拍門 進行了三千六百五十家的家房 所以也找到有四百七十多戶 是沒有人應援 隨後也做了一些跟進的工作 也有在區域裡面的安务院 和其他行動不便的人士 我們都去上門採養 為居民提供了食物包、清潔用品 對有需要的長者 我們提供了送葉飯 也為在這個區裡沒有居所的朋友 安排了休息的地方 整個行動能夠取得成功 是有賴各方的努力的 這次當然最重要 就是在這個受限區域裡面 接近七千名的居民 他們的配合 所以整個行動才能夠順暢 也多謝我們不同的部門 超過三千個同事參加 其中幾支紀律部隊 提供了超過一千六百多名的同事 特別想明謝幾個承辦商 他們不眠不休地 在凌晨進駐設立了 51個臨時採養站 今次臨時採養站提供的檢測能力 是遠遠超過七千名的 因為我們當時給的要求 都是不想做到很多人要排長龍去檢測 所以能力是遠超所需的 他們之後回到化驗所 也盡了最大的努力 在星期日很早已經完成了所有樣本的檢測 令到我們可以提早給受檢的人士 可以離開他的居所 整個行動也可以提早完結了 接著簡單講講我們怎樣看這個行動 這個行動我剛才說是成功的 但是他當然仍然有改善的地方 我們聽到社會各界的意見 專家的意見 現在起碼總結出來 有以下幾方面是可以改善的 第一就是我當日講過的公佈時間 如果我剛才跟大家覆述了 這次要用到受限區域來進行檢測 就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 大家都未知的時候 我們要求他進行檢測 所以保密性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次在消息的 漏了在是有點不幸 所以往後我們會考慮公佈消息的時間 這個公佈消息的時間 又與我們第二點總結是有相連的 這次畢竟是涉及超過150多棟大廈 動員三千個同事和三間化驗所 所以在過程中保密難度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我們第二點總結就是 往後採取受限區域進行病毒強制檢測的工作 可能是應該更加聚焦 將範圍縮小 一些是一條街 或者幾棟相連的流域 但是同時間可能可以做多個一條街 或者幾棟流域 即是將它打散了 因為事實上那些確診個案 都有它的密集性 我們現在污水的檢測 都是有一個特定的範圍 所謂catchment 所以這個是會考慮 第三點當然就是希望壓縮 進一步壓縮 要市民不能夠離開居所的時間 這個就牽涉很多是物流 溝通 化驗所的化驗時間 上機 即是說去通知SMS的時間 每一個步驟我們都會檢視 看看有沒有壓縮的空間 疫情去到現在 仍然是令人非常擔憂的 尤其是在過去七天 整體的個案 又比上個星期還多了三成 比如昨天的個案 亦都看到源頭未明的本地個案 甚至是超過一半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病毒檢測仍然是我們這次 壓制這個疫情的最重要一環 我們參考了在各區的經驗 各種檢測的方法 會在這裏做得更加進取 希望在最快的時間 將現在仍然在社區裏面的 隱性的傳播者 全部抽出來 我們就有機會 可以走出這個疫境了 我再簡單說說 當我說我們將強制病毒檢測 要做得更加進取 事實上是在說什麼呢 這個進取的工作 我要求同事 是走在社區爆發之前 即是說希望做到 不是已經爆到很多個案 那我們再進去 當然這個也要做 但是如果能夠走在疫情爆發之前 就更加好了 所以現在強制病毒檢測 分三個層次 第一就是全港性 全港性只要有任何一座樓 一座大廈 有兩個不相關的個案出現 或者我們看到它的污水檢測 是有呈陽性的樣本 就要進行強制檢測 至這波疫情以來 我知道已經有超過一百座大廈 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們分佈全港 但是它滿足了這個條件 有兩個不相連的個案 整座大廈要進行強制檢測 第二個層次就是指定區域的強制檢測 就是說這個指定區域的風險比較高 所以在這個指定區域裡面 只要有一個個案 在一座樓裡面有一個個案 這一座樓就要進行強制檢測 同時間也都在這個指定區域裡面 如果那個樣本污水的檢測是呈陽性 只要一個樣本是呈陽性 也都需要就著這個樣本涵蓋的大廈 進行強制檢測 到目前為止 指定的區域是兩個 一個是佐敦的指定區域 一個是深水埗的指定區域 但是我們已經密識了 另外有幾個指定區域 稍後要公佈 第三個就更加嚴格了 就是好像在佐敦這150多座樓 做的受限的區域 除了檢測之外 人員的流動是受到限制的 這裡就不需要再看 這些樓裡面有沒有確診個案 整個區域裡面的所有樓 所有的廁所裡面的人士 都要在一段時間裡面 禁止了它離開這個區域 而進行這個病毒的檢測 各位會問 政府怎麼考慮在什麼情形之下 採取什麼層次或者方案呢 我那天在現場都說了 有幾個因素 第一當然是確診個案的數目 性質 它們的相連性 它們的分佈性 第二是環境的因素 就是這個區域有沒有特別的環境因素 令到我們擔心 第三就是樓宇的質素 現在說的這個區域裡面的樓 的樓齡 它們的結構 譬如特別是後館 它們的管理 是沙漠大廈多還是怎樣 另一個因素當然是 我們現在發現 越來越覺得它很有用的 這個輔助工具 就是排出來的污水檢測 這個結果 尤其是我們這幾年做創科 我們感到很欣慰 就是這個是一個研究 一個創科的研究 在很短時間已經可以應用 而且應用得非常之有效 來幫助我們可以預早看到 那個大廈或者那個區 是有沒有這些病毒的存在 唯因 就是遺憾的 就不能夠馬上很多倍增加能量 因為它是需要一種很精準的儀器 我們已經在訂這些儀器 但是可能都要等一段時間才來到 所以今天污水檢測的能力 我們配在哪裡是非常之有策略性的 正如我所說 希望走在社區爆發之前 如果那棟大廈已經多個案 就不需要再做 就要做檢測 等它檢測完 如果我們有能力 當然想覆檢一次 那些污水是否已經沒有這些病毒 最後一個因素 考慮如何做指定區域 受限區域 當然是能力的配置 大家看到那兩天發生的事 都應該深有感受 雖然叫做一個小區的受限檢測 但其實動員的人是非常之多 這樣才能夠壓縮時間和做到有效 所以我們在每一次決定 用指定的區域 受限的區域的時候 都不能夠不考慮 我們特區政府和相關協助我們工作的機構的能力 我今天跟大家交代到這裡 看看大家有甚麼提問 現在是提問時間 請問提問記者先舉手 喊對之後先介紹你的傳媒機構 然後用麥克風發文 右邊後排各位女記者 提供持續使用 早今天希望能夠進行 請問三個問題 第一就是 剛才林太提到 有超過二百多個居民 是在受限區域裡面應該要強檢 但卻沒有檢測 想問那個跟進工作包括是什麼 會不會檢控他們呢 還有現在有沒有計劃下一個受限區域 有沒有時間表呢 第二就是想問林太 你自己本身是不是已經向中央提出了 要求提供國藥的疫苗呢 如果是的話 那個數量和中央有沒有什麼反應 什麼回應呢 不過就看回國藥和科興一樣 都是還沒有第三期的數據 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國藥公說的話 如何說服到專家和社會市民去接受呢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上星期 行會的時候都有問到 關於特首選舉用協商的問題 之後前特首梁正英都有再說的 他當時就說 如果香港的實際情況 是導致美國政府的傀儡當選香港的特首 那他質疑是不是還不需要選舉 你認同這一番說話呢 或者會不會認為這一番說話 是打擊民主工作 多謝三個題目 第一呢 我剛才主動說了 一個行動的結束 是應該有後續工作的 所以後續工作就包括執法了 所以在昨天 雖然解除了這個令之後 我們很多同事都繼續進行這個執法 但是在現場我們就沒有馬上進行檢控 因為都是有可能要研究的原因 他有沒有一些所謂可以面減他的責任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拿完的資料都會交給衛生防護中心 研究過之後會採取適當的行動 這個做法和早前大家記得在月明村 或者在一些其他大廈發出了一個強制檢測的公告之後 民政事務總署當區的民政署 其實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們之前就通知這些大廈要做強檢 之後就去檢查 究竟這個大廈裡面的住戶是否真的做了強檢 譬如在公共屋邨就相對容易 因為房屋處可以提供一些資料來核對 所有現在都交給衛生防護中心 由他們來都去採取適當的行動 但我在這裡呼籲 所有在這些需要接受強檢大廈的居民 請大家合作 因為你出來接受強檢 真是為己為人的 一來你可能不知道你是感染了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 三成以上的確診個案是沒有病徵的 你完全不覺得自己是不舒服 但你可能是感染了 也未必知道在哪裡是感染了 所以既然有一個相對比方便 其實平時你都可以去拿瓶檢測 但我們很方便去到你的住所附近 設立流動的樣本檢測的站 希望大家都合作 如果每次我們都有大量需要跟進做執法工作 其實又分散了衛生防護中心的人力和精力 所以這裡真的懇請所有的居民 當你知道你是屬於強制檢測範圍裡的人士 就要馬上去接受強制檢測 同樣在這條問題裏面 就說下一次甚麼時候做 我不可以公佈了 我公佈了你們又會去揣測 但我可以告訴你們 我們覺得有用的工具當然是會用 當然如果你說個案已經沒有了 我們很開心就不用用了 但現在看來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一定會採取這個行動 來處理其他滿足了我剛才說的 我們是有幾個因素的區域 但真的不能說 時間性也不能說 大概在甚麼位置也不想說 希望能夠下一次做到一個特集式 保密程度是比較高的 第二個問題 現在香港市民都很關心疫苗接種 因為看到各個地方 我們國家內地都開始接種疫苗 也有人說接種疫苗就會有這種方便 那種通行 所以我作為行政長官 我也是很緊張 這個疫苗的供應和接種的工作 但我們早前透過這些預先的採購協議 買了三個的疫苗 都是專家建議 亦都是跟藥廠商量出來的 現在三個裏面 大家都很高興知道 昨天已經有一個正式經法律核准了 就是這隻復星和Beyondtech 現在叫做復爾泰 這個疫苗就叫做復爾泰 但它的供應時間又未到 現在希望二月底可以來 另外有一隻 就是一早告訴我們 是夢組的 就是牛津的AstraZeneca 要到下半年 第三隻本來是供應時間最早的 就是這個科興 又差點數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在十一月訪經的時候 當時已經希望能夠多一點的保證 所以跟中央提出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希望中央亦都可以分配一些 在內地生產 在內地研發或者生產的營療 供香港市民使用 我就是在這一刻 其實我是十天八日 起碼十天八日前的 都覺得已經是到了這一刻 是有需要了 所以就要求國家 在這一方面 可以協助我們 你提出的問題是正確的 它也是同樣受到核准疫苗使用的法律框架 但是現在 然之上早 我們再看看 接下來的發展是怎樣的 總之可以跟大家說 對於爭取疫苗 安全有罪的 讓香港市民盡早接種 是我的責任 我一定會盡我最大的努力 中央一直都展示了對香港抗疫方面的協助 是義不容辭的 第三個問題 我真的不想參與這個叫什麼隔空爭拗 社會上很多人已經在爭拗 我就不想參與這個隔空爭拗 我的理解 我上次說了 是基本法45條 基本法的附件一 是說明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我這裡強調 附件一是說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所以即使行政長官經協商來產生 似乎都要有一個規矩 所以附件一都是要做一些修訂的 但最終無論什麼方法 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 是直接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行政長官負有雙負責的職能 就是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所以它是需要由中央委任的 所以我們怎樣選出來協商出來 最終都是需要由中央委任的 下一條提問 後排大眼鏡的位置記者 請問一下 嗨,我是蔡文 從RTHK 首先,關於 疑問的問題 在未來的問題 像我們看到 在翌日的旅行 可香港人的情況 會想到 會有小小的 當你提到 只要是一路的路線 和多數路線 和時間會短暫 會有時期間 會保持 可否 會有時期間 第二,你认识是时间要认识,或认识到兴奋的兴奋 那些人没有接受的兴奋? 我们看到有些人在 Jordan,有些人在 Laguna City, 那些人没有接受的兴奋? 第三,你问问为什么你问北京的新冠军? 是有需要他们的疫情? 谢谢你 谢谢你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其实我提到 在这些人的疫情在 Jordan, 我们已经有很快的发展 to identify areas for improvement because it has proven to be an effective tool to help us to combat COVID-19 which means that the Hong Kong as our government will be ready to use it again when the situation warrants so it is always necessary to see whether we could do better in the next operation so as a result of that very quick wash up we have identified at least three areas that we could improve one is in the announcement for an operation like this of course we would like to keep it strictly confidential until the operation commences so in this case it should be 4am on Saturday but unfortunately somehow there was quite extensive leakage so in future we will have to decide how to ensure better confidentiality or if unfortunately again there was a leakage whether we should come up earlier so as to calm people down because I still felt that if it was just an operation of two days and with the necessary support and supplies given by the government maybe the residents will not be so nervous and decided to leave now the second improvement mesh is of course the scope as you have put it on this occasion although everybody said it was a small district but in Hong Kong because of our density and our multi-storey buildings this very small area actually has over 150 buildings now with 7000 residents so which then means it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conduct in a very efficient manner so the next thing we need to consider for the next operation is whether we could be more focused that we should do a smaller scale restriction testing operations but we could do more at the same time it could be one in this district another one in another district but the scale of each operation could be smaller the second is of course once we started the operation how we could compress the time so that the inconvenience to residents could be minimized in compressing the time that we have to revisit each of the steps in the procedure from arranging them to come down to testing to collating the specimens to send to the private laboratories to getting the results out and then notifying the residents via SMS so all this will be revisited before the next operation the second question I did not hear it very well I suppose you mentioned about enforcement is that right? okay now enforcement is very important it is part and parcel of any operation whether it is the normal compulsory testing regime on a territory-wide basis or under this restriction testing but we have to accept that Hong Kong's operation is under a very inefficient or insufficient framework because we don't have the data of the residents in each area in the mainland China you have hukou well we don't have that so we don't know who are the residents living in a particular building especially for private buildings for public rental building we have a better idea because of the housing department's record but in the private buildings we actually don't know so what we could do is we go back to that building without notice and then we try to check everyone coming out of the building whether you have an SMS showing a negative result if no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not complied then we will take down your personal data and then pass to the Center for Health Protection to consider issuing a summons or where permissible issue a fixed penalty ticket there are two legislative regimes for us to take enforcement actions so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but I really hope that we don't need to talk about enforcement this is public health this i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ndividuals the family and also the whole district and the whole of Hong Kong okay so please help us to promote compliance without resorting to enforcement now about vaccines we have been very concerned and about the supply of vaccines for Hong Kong people because this is really sort of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a tunnel so over many months we have worked out this advance purchase agreement with three manufacturers actually we are still discussing a fourth in order to have at least one vaccine per technology okay but the very the three vaccines that we have advanced purchase so far they all have a little bit of hiccup so to speak for the one that has been authorised by the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that is the Forshan and Biontech there is now legally for use in Hong Kong but the supply will only come end of February from Germany okay and the second is Sinovac again again it has to be authorised and again the supply has been delayed and the third is the AstraZeneca which has always been a later supplier toward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year so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some desperate need for vaccination amongst the high risk group or amongst those cross border workers you know we have 10,000 truck drivers crossing the border every day and they have to take tests every day so now that we have a vaccine there was a proposal put to us that they should be vaccinated as early as possible together with the mainland truck drivers so that there could be greater assurance and safety so with those considerations in mind i sort of trigger what I have been given to understand when I was in Beijing last November that if there is a need if there is a need in Hong Kong then the chief executive could always approach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for help in trying to secur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mainland developed or mainland produced vaccines to come to Hong Kong and that's exactly what I have done but I'm sorry I could not disclose further details because that would be preempting considerations and decisions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but judging from what the CPG has been doing for us over the whole year of tackling COVID-19 they have always been very supportive whether in providing us with face masks when they were still short helping us to take back Hong Kong people from Wuha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building this wonderful interim hospital for us renovating the AWE into isolation facilities and also helping us to do a universal community testing program last September so I hope and I would continue to appeal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give us support on the issue of vaccine supply 最后一條 前面藍色衣服 这位建议 林太太你好 东方日报 有两条问题 首先想问关于风区的问题 你刚刚就形容 其实风区是有成效 但是看回昨天的数字 其实69宗管理个案里面 其实有56宗都不是这个风区范围内 有38宗更加是源头不明 其实疫情全港都有 其实风区是否有用呢 另外想问对于小市民来说 可能因为风区就没有了份工 影响了他们的生计 其实政府就说不会赔偿 就是只是呼吁雇主体量 其实见到政府今次用了这么大的力度去抗疫 甚至不考虑经济上的影响 是否意味着其实商界 就是有些商界就期望了 政府会在新年前后放宽防疫措施的愿望 其实很大机会会落空呢 另外想最后很简单问一句 就是关于宣誓的问题 其实政府就说今次的修例 是会涵盖区议员 就会不会好像建制派那样想 是会追索他们区议员过往的行为 如果有大批的区议员被人DQ 有那么多的空缺又会怎么解决呢 谢谢你 好 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我们的评估和专家的看法 都觉得是在佐敦做这个限制的区域 就是受限区域的检测 是有一定的成效的 早前我们都应该提供过一些数据 当然你说13个个案7000个检测 好像不是很有用 但是这个13个个案7000个检测 就等于找到 就是早识别的比率是0.17% 对不对 0.17% 相对于在9月去年 做了178万的普及社区检测 当时找到45个个案 找到的比率是0.0025% 所以你一样就什么都不做 如果要做某种检测 去找出这些隐形的传播链 这种比较聚焦的做法是有用的 不过不是等于我们不做其他的检测 我们自从11月15日这一波以来 就已经是完成了260万个 260万个检测 所以那些是其他的衰检必检 目标组群的应检测检 以及给市民希望自己去检测 可以拿到瓶去检测的工作 全部会进行的 但是在这里既然提开检测的成效 我想作一个呼吁 检测成效率相对比较高 在这么多组群里面 是一个由私家医生转介的衰检必检 我们已经是早前出了一个强制检测令 就是医生如果见到有病症的病人 是需要转介接受检测 自从这一波是有8万多个医生 私人医生的转介 他们一共是找到515个个案 那个比率是0.64 但是我相信在这么长时间 没有可能只有8万的 应该还有的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我记得好像袁国庸教授都呼吁过 我们的私家医生请帮助我们 我们的学生会认为 零远要多做一些程序 但是还是要转介这些病人来接受检测 因为你们的识别率是特别高 换句话说是可以帮助到我们 更加早切断在社会里的隐形的传播链 所以成效的看法是这样的 但是这些成效呢 不会即时令到我们可以走出疫情 我们要不断密集 进取持续这样做 所以我刚才和大家介绍了 在强制检测的三个层次 我们会继续加强的 我也承认昨天的确诊过 是令人担心的 尤其是在超过一半是源头不明 那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了 就在今次的疫情里面 大大话话一年 受到影响的人 企业 整个行业 是非常之多 特区政府都是尽努力 多次来推出这些舒缓的措施 但是现在去到的地步 是需要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继续咬紧牙关 是撑下去 希望能够尽快 是将这些本利的个案 是按到最低 因为外面输入 我们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也都影响着很多行业 我想你都留意到 昨天都有一间航空公司说 我们这些最新的措施 又会令到它们的运载能力减低 于是成本增加或者生意会下降 每人都是付出一个代价 所以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才能够处理到这个问题 关于宣誓 我们很快应该说 农历年之后 我们会提交给立法会 一个修订的条例阻案 正正就是针对有关于 公职人员的宣誓的问题 这个是源自于在2016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了 《基本法104条》里面 应该如何进行宣誓 和宣誓的后果 也结合了在《国家安全法》第六条 规定公职人员作出声明或者宣誓 我也公开说 曾国伟局长也确认了 区议员当然是属于公职人员 甚至是优先需要宣誓的公职人员 所以法例应该涵盖 宣誓的人士包括区议员 这也不是一个新增加的条件 因为他们参选的时候 都好像立法会员参选那样 是需要有一个法定的声明 都是拥护《基本法》效忠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至于宣誓之后 会带来什么的后果呢 我想我今天就不能详细说了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这条法例也都会明确地说明 在宣誓之后 如果就职了 是有任何的行为 是有证据违反了宣誓 当然会有一些法律的后果 但是在草案公布之后 大家就会看得清楚 好 多谢大家 感谢大家